Energy近期合体回归收获大批粉丝支持 却让成员阿迪的妻子May想起了惊恐的回忆 她回忆起22年前 自己在新义区的百货当贵姐 某天Energy到那里开场 吸引了超多粉丝到场 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May Tolo当时除了人很多音乐也非常大声 而且歌迷们的尖叫声音量也相当惊人 导致到百货逛街的客人都不想靠近那个区域 她表示贵姐比客人多的情况下 大家心情都很不好 外面多欢乐 里面的贵姐表情就有多厌世 甚至很多人知道下班业绩都是零 几乎自己从来没试过业绩零的日子 所以带着无奈又愤怒的心情下班 没想到多年后 自己竟然变成了其中一位成员的老婆 带着小孩正在台下 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发光 只能说缘分真的很奇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